但是你如果遠觀的話 你其實會看到很多具象的東西一一呈現 草屯鎮是南投的文化重鎮之一 在內有許多藝文團體 九九美術協會歷史悠久 創會以來一直以深耕地方文化為終止 立案的第一任會長林津田表示 向政府立案能有更多資源 幫助地方文藝事業的推動 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 有立案有很多好處 我們可以申請到兼費 所以要出版畫冊 人家才會補助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現任會長林靜達表示 這次連展共有70多件作品展出 每件作品都是本地藝術家 偶心力學的創作 希望鄉親能播共前來參觀 也希望透過這次展覽 能提升鄉親的文化涵養 那這次展出的作品有70幾件 然後內容非常多元豐富 舉凡人物 風景 花卉 禁物等等 那在每個會員偶心力寫的 努力的創作之下 呈現一幅非常精彩的畫面 那期待各位鄉親呢 能夠抽空來一讀 每一位創作者的偶心力寫的創作 然後也進而可以提升 跟我們鄉民的藝術的涵養 現議員簡景賢也特別推崇九九美術協會 長期以來對地方藝文活動的推廣與貢獻 期望在該協會的帶領之下 草屯鎮的藝文涵養能夠持續提升 也呼籲社會各界能共襄盛舉 一起來推動地方文化事業 我們超頓集合一堂愛好藝術的好友 來成立李古摩李大師 跟劉老師 也能說是全力投入 奉獻很多心力 我們協會生日 對日空空二年成立以來 也能說是久久 也能說是很久 非常的深遠 所以說希望我們國界可以共襄盛舉 讓我們的九九美術協會發光發熱 南投縣是觀光大縣 但是風景山水若沒有足夠的人文水準 並無法提升整體環境素質 希望政府單位在努力推行觀光的同時 也要提升在地文化事業 使得兩者相得益彰 民意新聞楊志凱 草屯採訪報導